聊斋致意连环画 第十集彭海秋 这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 月亮就像玉盘一样 又圆又可爱 把它那清爽而又柔和的光芒 照耀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月光照进了一家窗户 只见一位读书人正对着月光专心的读书 这读书人名叫彭浩谷 是一个诚实 谦虚而又刻苦的青年人 彭浩谷正读着书 邻居秋生拿着一篇文章 得意洋洋地进来了 原来这是一首诗 秋生内心很满意 但表面上却要请彭浩谷给以批评 秋生本意是想听到彭生的赞美 无奈彭浩谷是个老实人 他把诗一看 就毫不隐瞒地指出缺点来 秋生听了 很不高兴 这秋生为了显示自己 就海阔天空地吹嘘起来 吹得唾沫星子到处乱见 彭浩谷正愁着无法应付的时候 忽然 门开了 近来一位中年人 穿着整洁的粗布衣服 样子也很潇洒 客人自己介绍说叫彭海秋 因为中秋节一个人过得没意思 偶然听见这房中的高谈阔论 就闯进来了 彭浩谷很高兴 立刻对这位不认识的客人加以招待 客人随手拿起桌上的诗篇 低声念了一遍 然后把头点了几下 又摇了几摇 秋生以为这位客人很欣赏自己的诗 又连忙上前请求批评 彭海秋没有回答什么 只提起笔在诗的旁边写了四个大字 秋生身头一看 原来是 笔屁还臭 秋生恼了 用手指着彭海秋的脸说 你算什么东西 敢乱批评我 要知道 我可不是普通人 从小我父亲就夸奖我 说我是秋家的千里居 彭海秋大笑不止 回答道 千里居就是一天能走一千里路的马 你愿意当千里马吗 秋生气坏了 袖子一甩就要离开 还是彭豪谷把他留住了 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局面 彭豪谷特地拿了一壶酒来 三个人喝着酒 彭海秋说说笑笑很自在 秋生赌气不说一句话 彭海秋拍了拍秋生的肩膀说 别生气 听我唱支歌 于是 轻易轻喉咙 敲着铁板 唱了一支大江东去 那声音足足可以传出二里滴以外 鸽子唱完 彭豪谷一连气地鼓掌 彭海秋说 我唱得并不好 有一个人比我唱得好多了 彭豪谷盲问 谁 彭海秋答说 这人就在门外 彭豪谷出门一看 只见门外面站着一个女子 年纪不过十六七岁 那模样儿真是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彭豪谷把女子引入室内 连赌气坐在一边的秋生 也吃惊地利了起来 以为自己遇到了神仙 只有彭海秋一点也不慌忙 笑着问 娟娘 走了一千多里路 累不累啊 那女子只是笑 也不回答 彭豪谷听了彭海秋的话 感觉奇怪 就不住追问这位娟娘从哪里来 娟娘还是笑着不说一句话 越不回答 彭豪谷就越起疑心 彭海秋只好替娟娘回答说 她是刚刚从西湖的船中来的 秋生忍不住冷笑了几声 彭海秋也不在意 彭海秋端了一碗茶给娟娘说 你快润一润嗓子 把你刚才唱的那支歌 薄情的郎君再唱一遍吧 娟娘喝完了茶水 彭海秋从袖子里 取出一支玉笛来吹奏着 只听娟娘唱道 薄情的郎君啊 你为什么一去不归 我何时才能看见你 这歌声 真是又甜又脆 不仅屋子里的人们都听呆了 连大树下面的一只蟋蟀 也把头伸了起来 似乎在欣赏这美妙的音乐 歌声早就结束了 彭豪谷却还痴痴地坐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那一项自高自大的秋生 也忍不住鼓掌叫好 彭豪谷上前给彭海秋做了一个集 很恭敬地说 西湖到我们这里足足有一千多里 你能够把娟娘请来 必定是神仙了 彭海秋微微一笑说 神仙道也谈不上 不过万二八千里在我看来 也就是从前怨到后怨罢了 秋生心里想 这家伙说起大话来 越说越没有边了 彭海秋好像看出了秋生不大相信 立刻表示愿意带他们到西湖去 秋生大笑 哈 这一下你可吹漏底了 不要以为别人都没有去过西湖 于是 秋生又指手画脚地谈论起来 什么三坛音乐 雷锋西照 他十五岁时就曾随父亲去过 最后 还很鄙视地向彭海秋说 你还不一定去过没去过呢 彭海秋一点也不生气 只问彭豪谷愿意坐船去西湖 还是愿意骑马去西湖 彭表示愿意坐船 彭海秋听了 就向天空招一招手 喊道 快来支船 我们要去西湖了 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彩船 被烟河云彩拖住 慢慢地往地面上降落 彭豪谷看着那落在地面上的踩船 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 秋生更是惊讶 很长时间 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四个人刚上了船 船就离开了地面 一直钻到云层上面去 那头顶的月亮 立刻显得更大更圆了 秋生低头向下一看 下的脸色像一张白纸 呀 这该有多么高啊 掉下来连骨头都会摔碎的 彩船比剑还要快地向前走着 原来飞在前面的一群大雁 这时已经落后了 只能够看见几点黑影 一不留神 彩船已经落到了水里 水花见得秋生满脸满身都是 彭豪谷定睛一看 眼前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平静的湖面上映着雷锋塔的倒影 无数只游船在湖心荡漾 彭海秋拍了一下桌子 拿韭菜来 只见桌子上立刻摆满了各种山珍海味 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喝着酒 不知不觉和一只楼船靠近了 楼船内 有两三个人在下围棋 彭海秋满满地 针了一杯酒地给娟娘 向娟娘说 喝了这一杯酒 送你回去吧 娟娘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彭豪谷听说娟娘要走 很有些恋恋不舍 就轻轻地拉了一下娟娘的衣角 彭海秋看到了 就解下彭豪谷的灵子手中送给妹娘说 我替你们待定三年以后的约会吧 一眨眼 娟娘变小了 直直地站在彭海秋的手掌上 彭海秋轻轻撕开临船窗户的一小筷子 将娟娘从这窗眼中塞了进去 正这时 只听临船的人喊 好啊 娟娘酒醒了 彭豪谷在向寺外一看 竟连一只游船也没有了 只剩下一轮亮晶晶的月亮 不断地随着水波在湖心荡洞 孤零零的一只船在游荡下去实在没意思 三个人就走到岸上来 秋生已向导的身份 不断向彭豪谷指指点点 彭海秋只在一旁笑着不说话 那秋生越说越有劲 我一定要把这次游历 写成一首不朽的尝诗 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咱们 彭海秋笑着插进去说 我们该回去了 骑马回去好吗 彭豪谷表示同意 彭海秋嘱咐彭豪谷先在前面等着 却将秋生轻轻拉到一边说 来 我和你谈点事 秋生不知是什么事 猛不防彭海秋在他的脖子上拍打了几下说 千里居 千里居 现在用得着你了 彭海秋的话刚落音 秋生再也看不见了 站在彭海秋面前的是一匹高大的骏马 彭海秋将马迁到彭豪谷的面前 让他骑上 彭豪谷四处看不见秋生 盲问 秋生往哪儿去了 彭海秋仰天大笑 彭豪谷正怀疑问 一回头 连彭海秋也不见了 只见平地上升起一朵白云 直上云霄 那白云活像个人的姿态 这时 月亮虽已偏在西方 但太阳还没有升起 西湖岸上 连一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没有 彭豪谷只好任着马向前走 不料这匹马竟像知道路似的 飞快地往前奔 四肢提就和腾空一样 吓得彭豪谷紧紧抱住马鞍 连动都不敢动 忽然 马停了 彭豪谷定睛一看 原来正是自己的家门口 太阳还没有落山 一天光景 这匹马已经驮着他走了一千多里 彭豪谷走进屋去 只见父亲和母亲正在提哭 老人们意想不到的看见儿子走进来 真是又惊又喜 彭豪谷说自己是从西湖回来 家里人都不相信 正说着 秋生的妻子来找丈夫 彭豪谷不敢说实话 只推辞没有看见秋生 秋生的妻子又哭又闹 彭家好不容易将他送出大门 呼听树下空着的那匹骏马 长笑一声 那声音像是马丝 又像人喊 大家注意一看 原来拴着的并不是马 却是秋生 嘴里咸着马嚼子 背上背着马鞍 模样十分狼狈 彭豪谷连忙上前 替秋生卸下马鞍和马江绳等物 只见秋生面色又灰又白 活像死人 问他话 他也不回答 口中吐着白沫 几个人把秋生抬到屋子里 灌了几大碗姜汤 才慢慢苏醒过来 秋生一醒来又要去大便 彭豪谷连忙挽扶着他 谁知道拉下来的并不是人份 却是一大堆马粪 秋生想起游西湖和遍马这一段事 惭愧得恨不得钻入地缝中去 一再请求彭豪谷不要向外人泄露 彭生答应了 彭豪谷送秋生回家 只见秋生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了 低着头 似乎在回想自己的错误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两三年 邻居见彭豪谷为人忠诚老师 一再来给他提亲 彭生坚持不肯答应 被人缠得没办法 他只好说出三年的约会 大家都笑话他 但彭豪谷还是相信彭海秋的话 一心一意等着娟娘 为了寻访娟娘的消息 彭豪谷又不辞千里地跑到西湖岸边 问来问去 谁也不知道娟娘是什么人 彭豪谷正灰心失望的时候 忽见前面有一女子 很像娟娘 彭豪谷大胆地喊了一声 那女子停住了 扭转头 好像也有点认识彭豪谷的样子 原来这正是娟娘 她刚刚从妓院里逃出来 苦于无处投奔 彭豪谷向她提起三年以前的事 娟娘也想起了三年前做的一个梦 于是 娟娘从怀中取出那块灵子手中来 两个人这才更加相信是神仙替她们做了梅政 彭豪谷和娟娘成婚那一天 又正是中秋佳节 听空中有人向她们祝贺 两人抬头一看 云端上站着的正是彭海秋 夫妇二人感谢神仙的帮助 从此以后 更加刻苦勤劳 因而能够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感谢神仙 感谢神仙